那么不止高智胜律师 中国目前仍然有许多良心犯 被无理关押在监狱之中 但您关心一项最新的人权报告 纽约人权观察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 才上任不久之后 发布年度人权报告 指出不但大陆司法保障人权有所退步 维稳的国家机器权力更是大为膨胀 洋洋洒洒长达665页的报告 纽约的人权观察公布201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 要来检视全球90个国家的人权 尽管大部分篇幅焦点放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 但仍然关注中国人权 报告指出大陆经济虽然呈现高成长 但人权却没有太多进展 维稳的国家机器权力更是大为膨胀 报告也指出中共当局对新闻媒体 网络与出版业进行审查 并在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高压统治 中国他们的媒体一方面就是党营的色彩还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要不就是可能是一个外商 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是财团性的这样子的控制 那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媒体它作为一个监督的第四权 它还是要有一个独立性 然后有一个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色彩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面对大陆人民至今没有发言权 报告说这凸显中国虽然历经30年的现代化 但仍是一党专政的威权体系 前置言论 结社 宗教自由 司法完全在行政部门的掌控中 不过这篇报告则是肯定大陆人民逐渐萌生的维权概念 尽管这些维权分子受到大陆当局严密的监控 但逐渐形成无形 唯妙的网络对中共提出质疑 新唐人的电视政治新闻中心整理报道